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马帝福音二章二节 神中科的内容就提到 无论是在埃及的灵墓和宝藏 或在英国的白金汉宫 或在古代皇国 凡是现代的君主制度国家 此始至终贯穿历史的一条主族 是围绕着列国国王以及皇后的荣华 我曾经参观过许多宏伟的建筑 也曾因这些为纪念凡人而呈现的壮丽和财富惊叹 我不禁想着 若是将地上的君王 以两千年前活在世上的万皇之王 耶稣相比 向他致敬的又会是谁呢 马帝福音中有关东方博士 来访的记载震惊了当时的读者 故事一开始就把耶稣置身于大卫王朝后裔的领土内 犹太的伯利行 即大卫王的出生地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行 马帝福音二章一节 当时希律是国王 马帝福音二章一节和三节 那些博士直接前往他在耶路撒冷的皇宫 也许他们满心期待着 新国王将在皇宫中诞生 然而事情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于是他们向希律王提及 另一个犹太人的皇 因此故事从一开始 就带入了两个皇之间的紧张关系 希律王清楚知道 他们的提问与尼塞亚有关 看看马帝福音二章第四节 值得注意的是 东方博士使用了犹太人的王 而不是我们的王 表明他们是外邦人 显然 马帝用这个故事略强调 耶稣使命的包容性 我们看一下 耶稣吩咐使万民作门徒的使命 这是记载在马帝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而我发现 犹太人的王 是个称呼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是他在马帝福音出现的另一处 外邦人之口 是由比拉多所宣判 放在十字架上的罪状 这是犹太人的王 耶稣 马帝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七节 那位置死不如地 爱着我们的耶稣 向我们揭示了故事的结局 他得胜了 他将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回来 带我们回家 在那之前 让我们专荣他 邀请他成为我们生命的王 掌管我们的心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神中课 希望明天你继续收听 再会